我国三月份制造业表现不如预期同比下滑9.2% 萎缩幅度高于经济师早前预期的1.5% 除了化学和精密工程领域略有增长 多数领域都出现萎缩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公布的三月份制造业数据显示 受到冲击最大的是生物医药领域 产值年比下跌超过三成 当中药剂业由于生产的活性药物成分和去年不同 产值萎缩了约54% 而由于建筑相关的材料产量较低 杂项工业领域的产值萎缩了13.8% 在食品生产方面 餐饮和烟草领域起了超过4% 这主要是因为奶粉和可可产品的产量增加 化学工程行业表现最好 产值同比增长4.2%